解除郁闷 解除郁闷最好的办法是 关于如何让自己能够舒紧 这是第二个动作 那么第三个动作呢 不要一下子拿下来 然后就轻轻地 那么拿下来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九安娜澳洲生活 今天你开心吗 如果你要经常观看我的视频 你会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开心 现在是疫情期间 很多人在宅在家里面呢 是比较郁闷 那么今天我告诉大家一个 非常好的解决郁闷的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就是要会折腾自己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什么样的方法折腾自己呢 前一段时间我分享过一个 叫平甩弓 它可以输筋喉络 让你整个的身体和筋络 可以舒展 可以锻炼身体 当然有的人跟我说 你一下子每天要 起码要甩半个小时 好像有点坚持不下来 但是我觉得这个平甩弓 是很简单的 我现在跟大家先复习一遍 平甩弓就是 站直放松 两眼平视前方 然后把手抬起来 与肩一样高 然后就开始甩 一 二 三 四 五 第五个动作的时候就是腿 就踮两下 一 二 三 四 五 这个就是平甩弓 锻炼身体的一个方法 但是有的人说嘛 说那个你最起码每天要 练30分钟 然后坚持三个月 我觉得好像我坚持不下来 你能不能有再简单的一个动作 就是我想呢 活动一下我的肩膀 因为现在宅在家里面 很多人在家里面 不是趴着电脑上 就是看着电视 然后就是看着书 反正就是不是躺着 就是坐着 很多很多的肩膀痛 有些什么妈妈走了 什么网球走了 也就是肩膀痛 但是肩膀痛又很难治 所以我今天就告诉大家 一个折腾自己 几步就可以锻炼自己的肩膀 让疼痛慢慢的减轻 甚至消失 什么方法呢 现在我们就来开始 第一步 我们先站直 然后放松 然后我从先先展示右手 然后就把右手抬起来 贴在你的那个胃部 然后这个手呢就 这个手呢就 拉着这个关节 然后就往这边拉 你看拉压 记住啊就拉和压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感觉到你的右边的肩膀这个地方啊 有拉伸的感觉 拉着上时间一分钟 我们就开始 你可以自己默念60下 这就是一分钟 这是第一个动作 这是第一个动作 现在是我是展示 所以我就没有到一分钟 就是说你最多就是一分钟 这是第一个动作 那么第二个动作呢 就把它往高到胸口这个地方也是 拉 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的右肩膀啊 这个拉伸的就更厉害 有很明显的那个拉的很深的感觉 如果你肩膀痛这个时候它也会痛 没关系 没关系你就使劲拉拉到你的你能够承受的范围 多长时间也是一分钟 啊这个动作 一分钟 这是第二个动作 那么第三个动作呢 也是把它放在你的 你看脖子 这个地方 也是拉 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拉得更厉害 这个右边那个肩膀啊 拉得会更紧绷 而且痛的话会更痛 没关系 也是这样 拉压 等下时间五分钟 好 这是第三个动作了 那么第四个动作呢 就是把手 放在肩膀后面 然后这个时候也是往后推 也是往后推 啊 你就会觉得那个后面呢 也是拉得很紧绷 下面也是绷得很直 啊 这个动作也是 一分钟 好 第五个动作 往后面 这个 往头后面过去 好吗 一分钟 好 然后呢 放下来的时候 你不要一下就放下来了 放下来你要慢慢的 因为你拉的时候啊 很用力 然后这个时候呢 它那个拉得特别紧 你不要一下子拉下来 然后就轻轻的 这么拉下来 然后第五个动作 就是这个右手往后 这个左手就拉着你的 右手的 下面的小关节 下面的小关节就这样 但是人呢 要站直了哈 这个往后面 这个手拉 也是人要站直 拉 这样拉 也是一分钟 好 那么最后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呢 就是要 右边的脚 这个跪下去 右边的脚跪下去 这个左脚呢 这样 直脚的 这么 这么跪着 然后这个呢 有一个 一个 一个脚的距离 然后宽度呢 就是你这个和这个的宽度 就是跟我们的 与肩同宽 这样 这样 然后呢 把这个手 翻过来 这个手 握住它 然后 这样压下去 一分钟 好 好了 这个七个动作 这一组就完了 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要放松 这一组就要放松 这就要放松 就这样 慢慢的 放松 慢慢的放松 可以后面 做十下 然后前面 做十下 九 十 好 这输下了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放松 放松我们整个身体 放松 然后腿也是 放松 这样动一动 放松 那么 右边的手就做完了 你这个时候 你一会儿就感觉到 右边这个手啊 就热烘烘的 整个这个肩膀都热烘烘的 非常好 那么我现在就来展示一下 左边的手 也是一样 放松 然后把这个左手 放到 位这个地方 然后右手拉着这个关节 拉 压 这样 一分钟 好 然后 然后 拉到胸部 也是这样 拉 压 一分钟 你也会感觉得到 你的右边 的肩膀 这个地方 有拉伸的 很 拉伸的 痛痛的感觉 这是一分钟 第二个动作 好 第三个动作 然后拉到 上面 脖子下面 这是第三个动作 一分钟 好 第四个动作 往后面推 一分钟 第五个动作 往后面拉 一分钟 然后慢慢的 放松 放下来 第六个动作 往后面 这样拉 拉 这样拉 一分钟 然后最后一个动作 这个脚跪下来 这样 与肩同宽 与肩同宽 然后这个有一个一脚的距离 然后这个手 这样 这个记住 这样 压下去 一分钟 好了 然后也是要放松 这边 十下 这边 后面 十下 然后 抖抖手 抖抖脚 放松 这个动作就结束 其实这个非常简单 就是七个动作 一分钟 每个动作一分钟 这样你很有效的 把你的手上的肩膀 铜啊 慢慢走啊 什么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一天几次呢 你可以一天 上午一次 下午一次 看你自己的情况 因为很简单 也就是七个动作 一分钟 也就七分钟 非常容易 大家都 看明白了吧 现在就是一个 要学会折腾自己 只有折腾自己 让自己身体健康了 才会健康 开心 和快乐 才能够坚强 勇敢的 面对这个疫情 然后 健康 快乐的生活 好了 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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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